幹什麼 幹什麼 停下 發現目標 遠景加速追上前 嫌犯乾脆把機車往旁邊丟 直接躲進暗巷裡 逃跑 遠景拿手電筒緊追在後 終於在角落 發現身穿黑色羽衣的男子 知道自己無路可逃 只好雙手舉高投降 好 沒了 進來 好 要生動 帶到了 帶到了 你去拚一下 你去拚一下 沒啦 我沒騙東西啦 走來 後面 原來他就是偷車賊 而且偷竊的地點還在分局附近 事發在20號 新北市一名21歲的理性女子 凌晨一點多出門 發現原本停在人行道車隔裡的機車不見了 立刻報案 警方掉越路口監視器追查 發現竊賊人還在附近 判員攔截圍捕 雙方當街追逐至少20公尺 嫌犯偷的車先是在附近繞了好幾圈 發現自己遭到警方鎖定 立刻汽車逃逸 往民宅裡衝 結果裡面是死路 當場被逮捕 路網的52歲正姓男子 有毒品和竊盜前科 說自己平時以務農為生 當時看見路邊機車鑰匙沒拔 心聲歹念順手騎回家 但他的行蹤早已被線上警網鎖定 最後是車主半月出門 發現車被偷 第一時間就去報案 愛車才能及時找回 TVBS新聞追蹤的黃靜芬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前邊開啟通知小鈴鐺